港區國安法第39條明確規定本法實施以後的行為適用本法定罪處刑 即是沒有追溯期 我相信很多朋友會很失望一下 因為去年我們看到的暴力行為 那些恐怖襲擊時是非常嚴重 但是中國空懷活大全部放生你們 既往比較 只是由現在開始 不是宣佈之後 不過一樣 有人第一天就出事了 這是後話 有人說出他那個 到底這個勇意是什麼 發表在《人民日報》發表《法不索及既往》 是什麼呢 《安民告示》也都是《約法》三章 即是跟大家說說 他又說 《香港國安法》並不是七號選將 也都不會以現在的罪名去定過去的罪行 以現在的兩刑去處罰過去的罪行 反而《法不索及既往》 實際上是讓他們創造一個細心革命 重歸社會的機會和空間 那麼中央制定的《香港國安法》 絕對不是把香港反對派陣營 或者泛民主派的陣營作為一個假想敵 制定這步法是針對極少數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分子 而非整個反對的陣營 香港是一個多元社會 政治上是多元的 無論持何種政見 只要不觸及底線 不危害國家安全 都可以依法享受基本法賦予的權利和自由 需要特別指出就是《法不索及既往》 並不意味著在《香港國安法》公布之前 已經發生過危害國家安全犯罪行為 可以一筆勾銷 不承擔任何法律責任 相反任何人曾經犯過法律 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不會任何人可以享有法外的特權 只是這些就會用特區現行的法律 包括刑事罪行條例 包括公安條例等 煽動罪非法集會等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規定那些來發 就不是跟這個《國安法》 香港《國安法》第39條明確規定就是 是安民的告示 法不索既往 是若法三章 觸碰紅線必然受懲罰 這是高船的利劍 也是保障絕大多數香港市民的權利自由和安寧生活的保護神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其實香港需要回歸平靜 讓大家可以從事以前的法治精神再起步 所以我都 我知道很多人是失望 沒有追索旗 但我仍然覺得 沒有追索旗是個好事 給大家有個改過自身機會 當然 你曾經點火燒人 找磚頭扔死人 這個是屬於刑事 這個就 沒有追索旗都可以用香港法律告你了 所以這個是另一回事 我真的很希望香港可以盡快回歸平靜 希望大家可以重新一起 為香港創造更好的明天